盘点小金金银子的食物 出发 大家可以猜一下我们今天盘点到的商品价值多少钱 把你们的答案写在评论区 在我们身后是洪哥才开的一家超市 正在市营业期间 哎呀这声音真是惨淡啊 但是洪哥你还笑得出来 因为这两天是市营业 以后会越来越好 儿子我们开始寻找还有你名字的食物吧 这个游戏主要就是让小星星来认字 小星星这三个字他都认识 这有两个字吗 夹星 夹星 这又不是小星星 不算 小星就行啦 但是这个星不是你的星 有吗 有 优乐星 儿子找到一个 这个你还喜欢 这样我们先放在收银台 有星星的符号算吗 这当然不算 这又不是文字 这是图案 只要是能够入口的都算 我来找一找吧 这边是玩具 这一尿是可以入口的 青花浇油 藤浇油 星巴克 对啊 星巴克肯定算 就是这个星 找到两个 我又找到一个 聪明星 哎真的聪明星 哇 找到三个了 我又找到一个小胡鸭的小 算不算 算 小胡鸭当然算啊 你找到了吗 嗯 我感觉他的心思已经不在这里了 还有小小书 儿子啊 我向你确定一下 这个小字是不是你的名字 还有小玩煎饼 这家伙已经躺平了 他想去对面的游乐场 第三个 第四个 十二星座 十二星座的星字 但是这是玩具 这不就有优乐星吗 这 哎呀 我觉得这个也算 那这个DIY的涂色画也算 魔法宝石 这个也算 嘿嘿嘿 要这样算的话 就不少咯 都还有星字 那小巧你也算不算 儿子啊 这块小字是不是你的名字啊 是的 好 拿到前台 小彩蛋 小彩蛋软糖 哇 这是软糖 又来一个 外星人电解治水 这个妥妥的算 我又找到一个 唐小乐萌去小诊所 为什么包装上没有小字呢 我说我是你的粉丝 哦 谢谢你 哦哦哦 这里有小字 本产品含小您见的小 哈哈哈哈 当然算 小饼干算吗 算 只要包装上还有你的名字 都算 再加两分 已经这么多了呀 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 看一下 啊 这这这这这这 进入小程序 哈哈哈哈 这个也算 哈哈哈哈 这么算的话 我觉得超市里面可以找到 含有任何文字的食物了 除了那些生辟字以外 还有五分钟 称重零食 啊 我找到了 找到了 含有小麦 鸡蛋 大豆成分 哈哈哈哈哈哈 这当然算啊 再加一分 饮料专区我们找一找 苏打水 混合果汁 煎酵 百事可乐 美年达清苹果味 七喜 苹果醋 雷币 啊找到了找到了 南昌县 小兰经济开发区 哈哈哈哈 再加一分 我感觉 在哪里都能找到小字 包装上面没有 配料表里面可能有 配料表里面没有 生产地址上可能有 他这个里面因为老人小孩 他几乎他写儿童 哈哈哈哈 还有一分钟 小鱼鱼 这么明显 才发现 我喜欢吃的我才看 不喜欢吃的就算了 再加一分 时间不多了 薯片里面 大字没有 时间到 多少这么多 小麦大豆 内涵小麦乳制品 关键是我都爱吃 哈哈哈哈哈哈 OK我们盘点一下 一共要花多少钱 我的妈呀 还有小星星名字的食物 竟然有203 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我们的最终答案是 203 你们猜对了吗 本来翠翠是要买单的 结果洪哥就是不收钱 就是不收钱 这多不好意思啊 我是买给我小外甥的嘛 正好这非常有意义 吃的时候玩的时候 都台名字小星星 谢谢舅舅 你说我说了 就可能我紧张起来了 洪哥实在是太可气 你下次还要来 哈哈哈哈 我们我们下次再来啊 哈哈哈哈 不是我在想那个 红星二过头 哈哈哈哈 你不能这样子 洪哥超市才开业 走了 拜拜 每次出来就这样子 不太好啊 不太好啊 真不好啊 这才开业 本来翠翠是要照顾生意的 结果洪哥人太客气了 后面这个小区 入住率还没提升起来 所以他这里生意很差 开超市就是这样子 地段好 但是你要守住这个地段 起码要守一年的时间 这段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帮我们 等下没关系 咱们快点快点 我们直接见 拜拜 他是闭着眼睛说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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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